投資推廣署上半年協助322間企業 在香港開設或拓展業務 比去年同期多43% 這些企業最多是來自內地共150間 其次是美國有30間 之後是英國、新加坡和法國 按行業分佈最多是金融服務和金融科技 其次是創新及科技和家族辦公室 投資金額達到383億 比去年同期多6% 創造超過3500個職位 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蔣賀麗說 無論對於想拓展國際業務的內地企業 還是想進軍內地的海外企業 香港都有獨特營商優勢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這是十分重要 香港是亞洲一個最重要的資產管理中心 所管理的資產規模達到30萬億港元 這是一個很吸引外資的亮點 此外香港亦都是區內一個非常領先的 航運貿易中心 加上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一個實施普通法的地區 我們的法律系統能夠與國際接軌 亦都被認定是區內一個很重要的 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中心 322間受助企業入面 有47間即大約15% 是來自一帶一路完善經濟體 其中以新加坡和韓國最多 其次是馬來西亞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從事創新及科技 財經金融和金融科技 創意產業等等 預計全年將會達到94間 比起去年多47% 我們留意到一帶一路的經濟體企業 可能對於在香港融資的需求 都相對會比較大 他們看準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好處 在這裏他們可以找到很多天市投資者 亦都有一大批創投基金 一些私募基金 他們都能夠找到一些投資的機會 更加不用說 香港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上市集資的中心 這些亦都是一帶一路 企業他們特別喜歡在香港成立業務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誘因 廚方又說 去年幫了382間企業在香港投資 而今年頭6個月 就已經幫了322間企業 按這個速度計算 有信心超出2022年施政報告提出 3年內吸引1130間企業來港的績效指標 請教練 總統最惹的 套路 人長 全烈 一群 來